大家到了泰國去 不只找白龍王 另外還有四面佛 而四面佛是什麼呢 許多人一定是最關心的 究竟四面佛是什麼呢 請問 問我當地人 不能叫四面佛 他其實是四面神 四面神 可是我們台灣一般稱 都稱四面佛 因為就把它稱呼 把它放大了 它四面神就是 它有四面慈悲喜捨 然後求失業 求婚姻 求感情 求財富這樣子 那這個大家都眾所皆知 那最有名的地方是什麼呢 在愛樂威飯店 門口有一尊四面神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洪三軍對抗的時候 你知道泰國人是這樣 他是以佛立國的 再怎麼吵 洪三軍 洪三軍 再怎麼打 再怎麼吵都不會死人的 那第一次死人 怎麼來的呢 就是有一個精神異常的 跑到那個四面神那邊 把人家頭折斷了 因為他是代表 宗教領袖象徵 折斷之後 被附近人群毆 圍毆致死 你看洪三軍 洪三軍 打都打沒有打死 你動到了一個宗教的信物 影響到這麼深 那為什麼四面神在泰國這麼有名呢 第一個 其實四面神 你看到的在泰國 其實觸目皆是 像像台灣的什麼 講台灣的就像地基主 就是他只是擺在 有人擺在門的外面 你看一般的家庭 只要有點經濟基礎 在外面就擺了一個四面神 那為什麼愛樂威這個特別有名呢 愛樂威飯店那個就在市中心 曼谷的市中心 那當時他們要蓋愛樂威飯店的時候 怪手一挖 怪手就斷了 那工人還疊傷了 連換三頭怪手都不行 後來就有一個高僧講說 這個愛樂威飯店這塊地 不是一般的地 它是廟地 你們必須要蓋一個四面神廟這樣子 他說 蓋在四面神 蓋在廣場啊 那這廣場不是浪費的 不會 你一蓋之後愛樂威聲音很好 就一蓋之後果然那個怪手也沒有斷了 那真正的事蹟是什麼呢 就是當地有個泰國小姐 那泰國小姐她想要去選美 那就聽別人講說這個四面神 這個很靈感嘛 她去求四面神 說四面神 四面神 我看我能不能選到這個泰國小姐 如果還能夠選到環球小姐冠軍的話 世界小姐冠軍的話 我願意跳脫衣舞跳七七四十九天 講這樣 講囉 一講 你知道歷年來 泰國小姐都沒有當選過世界小姐 那一年真的第一名 那一年就變成真的第一名 但她忘了這件事情了 整個忘了 她之前希望的許了這個願 結果她忘記了 忘記去還願了 忘記還願之後 然後她不是要旅行 那個欣善大使的任務嗎 在旅遊的過程當中突然昏倒了 昏倒的時候開始身上 長一些那種紅斑這樣子 那就覺得很奇怪 那就不能旅行義務了 後來就去問高僧 高僧說 你是不是最近有去廟裡幹嘛 她就講了這一段 她說 開什麼玩笑 四面神 其實很多人說 為什麼像四面神 白龍王 這麼精準 因為在六道輪迴當中 他們不是天道 他們不是神道 他們是阿修羅道 阿修羅既於神跟人之間 就有人的愛恨情仇 又有神的法力 所以她速度會很快就給你了 但是不要輕易許願 所以那個女生怎麼辦呢 高僧說 那女生又有一個盲點 我現在剛當選世界小姐冠軍 我跳裸照是妨礙風化 我會被拔冠 那怎麼辦呢 後來經過同意 就不用跳整天 把當天都半夜把她圍起來 在那邊每天跳兩小時就好了 那這個從善如流 那現場又請保全 把她圍住 圍住那這個事情 跳完49天之後 真的她那個紅斑去除了 那你說這個事情是不是有憑有據 這個愛樂威的飯店二樓 有個監視器 是對著大廳拍的 整段有拍下來 所以監視器拍到很像 那袋子 當然袋子不能拍得太清楚了 但是有隱隱約看到 有一個人在那邊跳舞這樣子 那不只如此像之前最有名的謝霆峰 頂包事件 開車不是撞死人嗎 頂包事件 後來整個官司卡住 那感情跟王菲也不美滿 後來她的迪波拉她的媽媽 就在那邊跳夜舞 跳一跳 後來真的官司解決了 其實很多藝人在這邊 來拜會四面婆 包括楊丞琳 包括羅志祥 其實我們都很多人知道 四面婆的精準度非常的準 可是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四面婆你不能隨便許願 許願就要還願 那我建議大家 四面婆的許願 你可以許四個心願 那通常是每一面就點三根蠟燭 就十二根蠟燭 那許願的時候建議 你會講還願這件事情 你說是不是一定要講還願 你也可以不要講還願 可能還的心願會比較慢一點 可是你若想還願 我建議現場他有跳舞 有跳舞的團 那跳舞團他是四個人一團的 有四個人的 八個人的 十二個人的 價碼不一樣 可能三百 七百 一千二這樣子 那你為了省麻煩 你就說下次我有機會來的話 我就請這個團跳舞 萬一你到不了 你就請朋友當地的把錢匯去 那個舞跳球 那說為什麼喜歡看燕舞呢 其實四面神他是 剛剛說的是阿修羅 那他喜歡人世間的東西 那跳的就是泰國舞 他是最喜歡看的舞嘛 所以你就滿足四面神就好了 不要去許太多的願 那你說是不是一定要許還願這件事情 我沒有做過實驗 如果你有許怎麼還願的 好像心願實現得比較快 就好像說 請你幫我 跟銀行講 請你幫我一個忙 借我一筆錢 如果你又付一點利息 是不是還快 借的比較爽快 如果你沒有還利息 直接借什麼時候還 他會有一點質疑 你到底會不會還 但你自己有沒有親身的經歷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有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剛好有一個廠商欠了我500多萬 那他只付了 就是付了100多萬的頭期款 那中間錢卡住了 卡住之後我就問四面神 我說如果能夠幫我 把這個錢拿回來的話 我願意來安排那個團 跳三團 可是我又怕那個團 我沒有時間再來嘛 因為我中間會隔兩個月才去泰國嘛 我就先把那個錢繳了 我叫那個團先跳了 12個人團先跳三團 跳很久 那個後面的人說 你排 因為都照排隊了嘛 你跳好久喔 就三團一直跳跳跳跳跳 回去好奇怪 那廠商自己打電話說要還錢 嗯 就類似像這樣子啦 那除了四面神 有心願真的達成了 心願真的達成 所以四面神很多人講 他慈悲喜捨四面嘛 那我剛剛說的 像台灣也有自稱說 他是他的分靈的 包括這個六幅皇宮 六幅客棧旁邊 還有像高雄的大橋 然後像台中 其實北中南都有 那我知道就是說 這些如果你不是從 艾樂威那門分靈出來的 好像法力就沒那麼強 聽到秦偉說到 許多四面佛的神蹟 但是四面佛 你如果敗了 許了願了 你要還願的話 一定要去還喔 要不然 你可能反而惹禍上身 對 立剛我告訴你 泰國的四面佛 在泰國的曼谷市區 剛剛呢 這個秦偉有提到 飯店的旁邊嘛 那我記得現在應該是叫 這個很有名的 軍樂飯店旁邊 那這個四面佛呢 他在泰國人的心中 是有求必應 而且呢 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說 你可以用 你可以跟佛約定 就是說你多快要讓我能夠 願望成功 所以他在泰國人的心目當中 那跟我們之前講白龍王是不一樣 白龍王很多人還不知道 但是在泰國是 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好 這樣的一個事蹟傳出去之後 哇 你跟佛許願很快就可以讓你 這個願望達成的話 那當然啊 很多人就會蜂擁而至啦 整個東 這個亞洲國家 很多人就通通都來啦 你看關我們台灣你看看 唉唷 你怎麼表列這麼多啊 這大概是我提供給觀眾朋友 最多一次人民的表格啦 沒有 我們出口螢幕 從來沒放過這麼多人 對 你看從這個 謝霆峰的媽媽 迪波拉對不對 然後呢 到這個小小軒 楊錦華 觀眾朋友 我給你們看一下 連蔡英英 羅志祥都去過 但特別要一提的是這個 玉女洪勳 楊成林 楊成林 楊成林特別有感應喔 因為當初啊 他在泰國拍這個 童彥3D這部電影的時候 拍著拍著 好像有說碰到了 是 拍著拍著 就是畫面中你看到 你有沒有當時他在拍攝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 他的胭筋的 很強很強 又緊又痠 而且不只喔 真的喔 後來呢 還突然呼吸困難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一種經驗 當你坐上那種 自由落體或雲霄飛車的時候 車子還沒有開出去 但是安全在膝上的那一刻 你突然會覺得 又緊又痠呼吸困難 楊成林就是這種感覺 那你說拍片遇到這種感覺 一定一拍 你一片遇到這種感覺 就不對勁了嘛 對啊 不過 觀眾朋友 楊成林當時身上 就有一個 小小的四面佛 他立刻把這個小小的四面佛 拿出來 結果呢 他的又痠又緊 還有呼吸困難的現象 馬上消失 所以楊成林就覺得 四面佛跟他似乎特別的有庇佑他 更巧的是 2010年 金鐘獎的頒獎前戲 楊成林又再度去拜四面佛 結果呢 回來之後 兩個星期而已喔 夠不夠快 夠快 拿下金鐘獎以後 以海派甜心這部片 厲害 真是厲害 那講完了這個楊成林之外呢 我大概跟觀眾朋友 稍微講一下 四面佛 四面佛 也就是大凡天王 大凡天王呢 相傳呢 他當時愛上了女神 為了要能夠讓自己 一直看到那心愛的女神 就把自己的臉 變成四面 東南西北都看得到 觀眾朋友 我這邊額外的跟你講一件事 如果你像是去泰國拜四面佛 從那個門口走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面對的那一面 就是什麼 事業與工作 順時針 接下來這一面呢 就是你的愛情 再過來這一面呢 就是 財運 尤其是偏財 最後一面 健康 通常啊 在健康那面講話的人 講話的速度 講話的字數都會特別少 也特別快 可是在工作跟財運那邊 都講好久 好久 好久 你就知道了吧 對啊 好 那麼呢 因為他四面八手 臉超四方 所以求公民 求應援 求發財 平安 我剛才都講過了 他也手拿聖物 掌令旗 金書全掌 好 你大概了解了 大凡天王他這個就是四面佛 之前的稱呼 那我剛剛講楊丞琳 人家都沒有忘 可是如果你忘了要還願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來 我現在講 亞洲天王小豬對不對 羅志祥 他也去辦過四面佛 那他當時呢 要一年之內要去還願 可是他似乎有一點 忘記了百忙之中嘛 不過 這個時候呢 四面佛就入了小豬的夢中 入夢來了 結果他一夢到四面佛 他心想要還願 要還願 所以他趕快跟著朋友 就去泰國準備要還願 結果你知道有多神奇嗎 他和他朋友一到泰國曼谷的時候 當初他去拜四面佛的那個導遊 就出現了 那小豬就說導遊 導遊 你們怎麼知道我 你怎麼知道我們會來泰國曼谷啊 他說 那個導遊就講說 因為我也夢到了四面佛 說今天你會來 我的媽呀 帶他去拜的人也夢到四面佛 當初求要還願的人忘了 也夢到四面佛 所以你真的說這故事巧不巧 是不是讓人家聽了 覺得很不可思議 好 另外一個呢 是四面佛能亂請亂拿亂拜嗎 就讓我想到 親身的你敏然 因為有傳出一個說法 就是說 當初你敏然 尼大哥呢 他在路邊撿到了一個四面佛 就帶回去 然後帶回去之後 就發生了一些就不好的事情 但我必須要講 就是根據他們這個研究宗教的人講說 四面佛喔 你不能夠隨便請回家 甚至最好不要請回家 還有不管是哪一面 都不可以面到廁所 你要是不小心讓四面佛的 其中一面面到廁所 你就會倒霉 好 那後來呢 你敏然呢 尼大哥有把這四面佛 又請回到廟裡面去 那是不是再請回到家 又請到廟的這整個過程中 有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發生什麼不對的事情 這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 等一下講嘛 就是說就是這麼巧 那最後呢 還有就是四面佛 也是很多八大行業的人 喜歡拜的 因為他快嘛 你敢要 我就敢給嘛 但你要記得還願 就是這樣子 看看四面佛 你如果要拜 你如果要向他祈求什麼 你記得要還願喔 可是 洪仲秋案件到現在 經過整個律師團 審閱了許多的卷宗之後 他們發現了 其中有許多的疑點在裡面 我們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我們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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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